拿出報案三連單 當事人許先生指控看球賽 竟演變成衝突 反正他是 我確實是有感覺他這樣 打到這樣子 要不然我也不會去提告 就算這樣 我就算真的攻擊球團人員了 那請問保全可以打我嗎 許先生是富邦漢將球迷 原本開心去看球賽 還是先買了冰粽 要送給啦啦隊員 指控過程中 上前制止的保全有動手 第一天就在新美市新章棒球場 當天是富邦漢將 對上中信兄弟隊 卻有球迷 為了跟啦啦隊員合照 跟現場的保全發生衝突 因為看到YouTuber 去前台跟啦啦隊員拍照 於是跟著跑過去 當下被球團人員制止 事後他到櫃台理論 當時有保全到場出手制止 當時情緒有點 有點高漲吧 然後我就那個跳針式的 就拿著那個影片跳針式的 像富邦漢將球團的工作人員 我就質問他們 因為我覺得我被就是差別待遇 就是為什麼駕許可以 而我不行 對此富邦漢將球團也回應 當天有邀請這名YouTuber 到台前跟啦啦隊員合照 並沒有進入管制區 對於民眾擅喘管制區的行為 表示遺憾 強調自己是球迷卻在這次的事件中 引起衝突 更指控事發至今快一個月 都沒有收到球團道歉 因此決定提告球場 TVM宣言吳奎原黃建國黃建芬新北市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